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清蒸鸡块 首先我泡一些木耳和清蒸菜做配菜 接着我们把鸡剁成鸡块 我用的是鸡上腿 你可以用任何部位你喜欢的 剁好后鸡块水里淋一下 冲掉碎骨头 再调味 放入一个大一点的容器内 料酒 适量的盐 丁点糖掉鲜 然后给一点生抽 让它颜色不要那么白 最后放一点淀粉 一勺上下就可以 不要太多 让它滑一点就好 可吃一遍待用 清蒸菜洗干净 硬头摘掉 放在盘子的最底层 鸡铺上来 铺点鸡 放点木耳 放点木耳 这样隔层放 姜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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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蒸大约30分钟这样 是你盘中物的多少 可以上下调节 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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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休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